全球化人才竞争白热化 面对严峻的就业市场 年轻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才能脱颖而出 成为优秀领导人才 Cheers杂志邀请雅虎奇摩 台湾区总经理洪晓琳 以及巨匠电脑董事长钟良全 在台湾大学与年轻市 世代面对面 畅谈未来领袖必须具备的 五种领导能力 因为领导力很多人会想说 领导力是不是要做到说 你是很资深的人才去想这些事情 我觉得那个领导力 其实那个不是用你有权利 一个总经理的职位 或者是一个经理的职位 要求别人做很多事情 你作为一个人 你也可以去影响别人 其实这个就叫理得选 这就叫领导力 这就叫理得 好的领导者除了专业 更要磨练沟通技巧和影响力 然而该怎么样培养个人影响力 具将电脑董事长钟良全 提出了相当务实的见解 有一句话就是说 吃亏就是占便宜 老实讲我觉得它是影响力的基础 那么多同学里面你希望没 你一天到晚就占你家便宜吗 不会骗你喔 你一天到晚占你家便宜 你一定没有影响力 因为人家看到你就很讨厌 所以一直觉得喔 你透过公司给你的power 或者给你的职位来做影响力 老实讲那种叫比较被动 比较自信性的 那种老实讲并没办法持久 比较好的影响力是来自于说 你带给它有更多的benefit 带给它更多的帮助 那自然而然人家会心裂挺伏了 来跟你一起共事 跟你一起合作 那你的影响力就会很大 好的领导者要懂得发挥影响力 带动团队成员向心力 但需要让团队中每一个个人 都认同目标 勇往直迁 可就没那么容易 你不是只是做一个manager manager只是在管理室 要做一个leader 做一个leader 是人家愿意跟你工作 愿意追随你的 你没有一个那么大的 比较长期的一个愿景的话 当然会有影响你的动力 你会觉得 我这个月做100万的业绩 下个月要做120万 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即使做电子商务做拍卖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一定要获利 你要营收 你要对股东 或者可以交代 这是其他更重要的东西在哪里 其实我们看到 拍卖不是只是一个拍卖 拍卖里我们做的什么 其实拍卖里面 我们让多少台湾的中小企业 有机会进入一个这么低成本 他就可以创造他自己的business 有机会台湾有多少人 其实梦想着我自己 有没有一点可以当老板 这个平台它是有机会的 确立目标提出长远的愿景 才能话意求通 让团队成员往同一个方向前进 然而除了目标管理之外 人的管理更是企业成功与否的重要关键 我们会讲人员的领导 人员的领导这部分也是很重要的 一个好的主管 绝对不是都只是跟他说 你很棒你很好 你如果没有让他更学习成长进步 会比较好的一个主管 或好的一个领导 所以恰当的回馈 适时的回馈 适时的鼓励 这些都是很重要 对雅虎奇摩总经理洪晓玲来说 人员管理固然是领导者的使命 随时准备挺身而出 做对的决策 更是领导人必须肩负的责任 天生领导一样的 就是说在必要的时候 你一定要常常做出一些关键的决策 而且越是资深的人 其实你就常要做一些 比较困难的决定 或top的第一次选 其实我们自己在看说 领寄或者的一个循环 在top的时刻 你如果不做一些重要的决定的话 你可能会让更多人将来受某些东西的一些灾难所影响 根据专业判断 勇敢做决定 是身为领导者重要的武功 但是决策过后 能够勇于认识 承担后果 对于领导者来说 这是一项更艰难的功课 也许在一些朋友里面听过 老板只有谈这些事情 好像说结果好的都是他的 功劳都是他的 然后有问题都是这些部署 这样子的话 绝对就不会是一个 可以做结果领导的一个表率的一个 一个leader 因为你的团队的 既然是所有的成绩跟荣耀 就应该是跟这个主管有关的 所以做一个负责任的一个 领导人 然后真的可以跟你的团队 一起创造这些成绩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绝对会被respect的领导 人才流动日趋自由化 给未来领导人才的五堂课 只是充实自我能力的开端 站上全球竞争的浪头 唯有专业 善于领导的未来领袖 才能占有一席之地 工作人杂志 第一品牌